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给你做饭饭 追他呀 快追他 干嘛 你管你什么还是你管自己 自信裂肺就抱着你的大腿 因为你就觉得瘦不了 一定别瘦得 伤当受骗 站回去 必须要华站 如果这事儿放一个线 你怎么办 这么狠 这么有智慧 已经属于一箭双雕了 会员版独享更多精彩萌娃故事 更由北大教授Docit Wei 育儿小课堂 妥妥育儿干货 等你来拿 本节目由 助力宝宝天赋绽放的 起父 独家冠名播出 欢迎大家来到 优酷范文鱼自制工作室 独家推出的 助力宝宝天赋绽放的 儿童成长观察 即时正人秀 起父 告诉世界 我可以 我是一路见证萌娃成长 特别爱叨叨科学的 常驻专家观察员Doc Wei 魏昆凌 非常荣幸 能跟三位嘉宾坐在一起 左边这位 还需要介绍吗 是我们的世界冠军 现任中国排球总教头 郎平 大家好 很高兴在这里 跟大家 能够聚集 来聊聊我们 可爱的下一代 第二位嘉宾 是我们的主持界的女神李爱 也是一个新妈妈对吧 对对对 我儿子的今年 不是今年 她刚出生 现在是一岁三个月 我们特别喜欢听到 您做一个新晋妈妈的分享 好好好 这个我会的 我会尽力的 第三位嘉宾是我们老熟人 也是最强道场选手 水哥王玉恒 她也是女儿奴 大家好 我是王玉恒 老师好 你很少上综艺节目 也不上综艺节目 基本上 因为您参加我们的 告诉世界我可以这个节目 是什么打动您 我其实首先 我特别喜欢小朋友 因为我也希望 我可以做姥姥 希望自己的女儿 能够有下一代 所以我非常关注这个节目 如果在我有时间的话 我一定会看的 但是我觉得 在我那个年代成长 一定和现在的历史环境 是不一样的 小孩子成长也是不一样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一种观察 王志导的那个电影要上市了吧 中国女排那个电影 中国女排 在我们看来就是您的电影 您在里面参与的是个什么部分 我没有参与 你没有参与吗 对对我完全没有参与 那您的女儿参与了 对我女儿是演我小时候 年轻的时候 当运动员的时候 巩俐演的是我做教练的时候 你没有在里头客串一个角色 我没有机会 为什么没有机会 正好他们在拍电影的时候 我们在准备奥运会预选赛和世界杯的比赛 您给自己女儿打个分呗 在里面表现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她演的挺投入的 因为她不会演电影 但是她就是可能看了我很多 那个我年轻时候的录像 所以她觉得我妈妈年轻时候是这样 因为我从来不给她看 为什么不给她看 一个是我也没有什么录像 另外一个我觉得女儿走自己的路 反正我就希望她能够活在当下 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社会 自己去选择一个健康开心的路去成长 那她有没有演过您的故事以后 对您有没有新的认识 对妈妈有新的认识 不 她老崇拜了 以前不崇拜我的 以前管我要什么福尔普斯 要什么其他人的签名 我说你妈的这签名 我不要你的签名 现在老崇拜了 就拍完这个片是吧 对对对对 因为她更多的了解了 王长我问你一个问题 因为每个人都有朋友圈吗 您的朋友圈里面 是文艺圈的人多吗 体育圈的人多吗 我朋友圈肯定就是 体育界的是最多 但我文艺界 什么其他领域 知识界我都有 我比较喜欢交朋友 但是现在可能就是稍微 大家联系的少了一点 因为工作的原因 我从来没发过朋友圈 这我能证明 我从来见不到她朋友圈 但是我会给她点赞 您是会点赞的 我会看 我也会看我一些朋友 在做什么 为什么不发朋友圈呢 因为你朋友圈出来以后 很多朋友要聊天什么 我真的时间特别少 你怕人家给你回复了 您没有时间去回复人家 对我不答复总不是太礼貌 今天我们聊朋友圈的事 因为咱们的朋友圈跟那玩 因为我们要谈一下孩子社交的问题 大家好 我要挑小子 咱说 一下开始了 我收衣服了 我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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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妹从小就比较爱干净 平时身上有一点脏 手上有一点泥 他就受不了 就是有一点小洁癖的那种 这也是天生的 我跟你说 像我家儿子就特别无所谓 我们都赢了 我们都赢了 你看这里有小狗糕 对小狗糕 我们进去看看吧 好 因为以前路过那个店的时候 他有提过 他想要想狗 如果他能够自己照顾得了他 愿意为了这个狗狗去处理他的爸爸也好 就是说不嫌他脏 不嫌他臭也好 有一只狗狗陪着他 其实也挺好的 狗狗陪陪 他有个伴儿嘛 也让他就是能够体会到 妈妈是怎么照顾他的 你就是必须得答应妈妈 你得好好照顾他哦 好了 好了我们拉钩 拉钩 一定要好好照顾他啊 拉钩 不许便 大狗狗回家了 一定要好好照顾他哦 好 我买一只狗 啊 买一只狗啊 买一只狗啊 你买狗干嘛 我喜欢狗的啊 啊 爸爸不同意 你都会同意吗 你买的买了 你问我同不同意 他应该给我打个电话 让我一个心理准备 但是如果他 他们给我打电话了 我肯定不允许他们保分 哦 哦 他爸爸不喜欢狗 好了 爸爸啥个娇气 我会照顾他的 爸爸狗狗叫什么名字 你买的自己去 自己想 我不知道 那你叫不知道吧 要不然叫他丹尼怎么样 像佩奇一样 丹尼是只狗狗 我叫丹尼 那好吧 那就叫丹尼了 你要叫他哦 你叫丹尼 丹尼 丹尼你饿了 我给你做饭粉 我给你做饭粉 不要跑 他和你的奶粉同不同意啊 你愿意把你的奶粉给他喝一点吗 可以 哎呦 挺好的呀 他是照顾人 他过家家呢 对 自己还不会照顾他 狗狗狗 狗狗 你的饭粉完了 然然 咱们得给他找一个狗狗的勺子呀 可以用你的红勺子吗 可以 真的吗 那给狗狗用了你就不能用了哟 我不要送给他 送给他 来 你给他搅一下 那个吃饭的那个勺子是他自己的 因为那个勺子是红色的嘛 他最喜欢就是红色 就每次吃饭的时候 他就说给我换那个红勺子 他来吃饭 然后他拿出那个勺子 愿意给狗用 我还挺意外的 说明他真的就挺喜欢这只狗啊 你对我看来 别倒出来了 慢慢走 对 轻一点 好不好吃 睡不错 上完也学会了 对啊 就不知道这个热情能持续多久 对 从前有个大会廊 这叫小排 吐了 还在给讲故事啦 哎哟 那是真心实感了 他买了这么小的狗可不好养 到了晚上 丹妮可能因为太小 有点害怕 他就不停地叫 一定就是要有人守在他的身边 咱爸就一直被狗叫吵醒 几乎整个晚上他都没睡 我们那天晚上 三点我才睡 我睡垮下的时候 我心情特别糟糕 非常糟糕 刚过了第一晚 他爸就要睡眠不足了 哇 哇 嗯 哎 奶奶你想好了吗 说好了 想好什么了 然后爸爸原谅我 嗯 哈哈 他挺会说 爸爸黑眼圈都出来了 原谅你啥 原谅我生气 鲸鱼 鲸鱼就会撒酒 拿个油条回落里面 你想好了 我们下午送丹妮走了吗 妈妈好疼啊 奶奶疼 肚子疼 你要拿臭臭吗 我不想拿臭臭 那为什么肚子疼 不是真的吧 就是不想送狗走是不是 嗯 好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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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就走 马上就走 戴好口罩 真的疼还是假的疼 秋生让我提醒你 沙发是要挨打的 我真的疼 那我们一会儿让阿姨先看一下 其实我是不太确定 他是不是在说谎 那万一真的肚子疼 那肯定还是得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真的很疼吗 嗯 非常非常非常疼吗 嗯 对啊 是不是因为狗狗啊 你看这 不是我 肯定是撒谎 细眉眼珠的 因为他刚才反应太快了 刚说要送走狗 他得开始说 开心 哇哇哇哇哇 这么开心啊 嗯 哇哇哇 我肚子疼 肚子疼还这么开心啊 嗯 我们到医院了 你说什么 你看我肚子不疼了 不疼了 他说我们已经到医院了呀 我们已经到医院了 那你刚才是说谎吗 你看他的表情 然后看他一些动作 然后看着他的时候 然后他直接把他妈妈怀里说 就很明显 为什么孩子会用生病来做谎言 我一直想讲故事 没有故事讲 说谎的小孩什么都没有 未来还会有更多谎言的 很正常的 你看他按住了 我晚上知道什么的声音 那你先收 收完了 我再让你惩罚你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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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吃点子 我在打扫卫生 然后他就看见那狗狗拉了呀什么的 给我给他处理 那我觉得心里还是蛮开心的 是真的感觉他会有那个责任心 在照顾他 那么怕恶心的一个小女孩 愿意去处理狗狗 很臭很臭的爸爸 那真的很棒 嗯 没有丹尼可以玩了 罚站群 哦 妈妈是不允许小朋友说谎的 妈妈说了 你这样说肚子疼 去医院看病 那医生给你挂个号 那真正生病的小朋友怎么办 真正小朋友需要救怎么办 你就耽误了其他小朋友看病 不可以说谎 你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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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过去 必须要罚站 十分钟 站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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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那垫子那去 平时你换一个小错误 那就站三分钟 五分钟 严重的错误 就站十分钟 十五分钟 嗯 站十分钟 你想一想 你为什么要说谎 为什么要做错 站好被动 罚上 翻一颗错 翻小错 这是一个大错 翻个大错 好现在听不了小号这么苦 我喜欢大林 来说谎的是不对的 妈妈已经惩罚我了 来商量一下 这狗狗怎么养好不好 好 然然去上幼儿园了之后 狗狗就一个人在家 他饿了怎么办 他生病怎么办 尿了怎么办 那臭臭怎么办 男人不在家 男人在幼儿园 就没有人照顾他 我很快下午完 你很快 我很快下午完课 你得在幼儿园上一整天的课 才下课呢 那狗狗都饿死了 来我们跟哥哥商量一下 把狗狗送回宠物店 给老板好不好 喂 抽一茶 喂 抽一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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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跟你商量个事啊 好吧 我们昨天不是买了一只狗狗吗 对 嗯 因为你想咱们家养狗狗好像不太合适 因为养狗狗的话 爸爸上班去了 然后 然妹到时候九月上幼儿园 然后你又上学 妈妈也有妈妈的试着 然后就可能没有办法照顾狗狗 然后就可能没有办法照顾狗狗 我们想着是把他送回那个宠物店 让那个老板帮我们照顾 你觉得可以吗 就是不养在家里 可以 你同意是吧 可以 那好吧 哥哥一同意送走 那我们就一会儿 你可以跟狗狗在楼下 再玩一会儿 我们就把他送回去 走吧 我其实看得出来 爸爸内心都非常的挣扎 他也不忍心把丹尼送回去 因为他知道 然妹是真的很喜欢丹尼 丹尼我一会儿 是跟你送回家的 就是发自内心的 想去照顾他的那种 如果以后再也见不到 然妹想起来肯定会很难过 我很伤心 我们这么做的话 对男人来说 会不会太残忍 卡 他好像还想通啊 还疼也送 他还没有闹 还没错呢 生活是第一天 要多养几天更加难受 对有感情了 就很难了 我养你的 拜拜 给他拜拜 就没有丹尼咯 然后我们家没有丹尼咯 我从认识然爸到恋爱到结婚这么多年 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个钢铁直男哭过 他应该是真的觉得很对不起然妹 所以就一直打电话 就是看看有没有喜欢狗狗的朋友 能够收养丹尼 然妹喜欢丹尼 他只是想有一个小动物陪他玩 就是说他不会考虑其他更多的一些因素 但我们大人不一样 我们就会考虑很多问题 比如说我们家不适合养狗 就是丹尼他在这儿能不能很好地长大 可到底就是说 我们是否应该把成人世界的焦虑传达给孩子 就是这个也是我们非常纠结的地方 阿姨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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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一下狗狗吗 好 哈喽 丹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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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乖呀 我想给丹尼玩 希望丹尼不要生气 我会看他的 丹尼我想你呢 还算好 还算好 孩子并没有闹 他如果闹得很厉害 我心就难受了 你们家里有讲宠物吗 王知道有吗 我女儿小时候有养 我觉得孩子应该跟宠物一起长大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 家长一定要考虑好 因为我们家女儿小时候养狗的时候 她就是回来就是玩的 像我们家那小狗是洗澡 喂饭 遛狗 全是我们的事 因为我一回家 狗都往我这跑 我说这是你养狗 还是我养狗 最终是变成大耳仔养狗 一定要想好养 负责到底 要不然就不要养 对 有点像一个新的家庭成员一样 对对对 养宠物这个事 对孩子的 育儿对他的发展来说 到底是什么影响 这在国外研究是最多 是吧 是什么样 他们总体的结果是说 如果养宠物的话 跟不养宠物比起来 对孩子的长远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其实这个孩子 他必须去照料这个动物 他也学会了很多的知识 你自己想想 我们其实小时候 对人的肾脑病死生命 其实理解不是很透 对 因为我们人的寿命这么长 对吧 但是在宠物是要全看的 是 然后他经历的这些东西 最终还是帮助他的发展 因为我觉得更有爱心 对对对 而且刚才这个爸爸说到了一个事情 我挺感同身受的 他说成人的焦虑要不要给孩子 其实孩子在这个事情上 他没有想这么多 但是你说大人的这些东西 是不是要传递给孩子 其实对我这个新手妈妈来说 我有时候也 也掌握了 我觉得刚才那个传递 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例子 就是刚说要 在餐桌上 刚说要送出去那只狗 那女孩子说我肚子疼 对 然后他就开始撒谎 然后他还坚持下来一直送到医院 就我想问大家就说 孩子撒谎我们应该怎么办 如果这事放您上 您怎么办 我当然会有标准答案 你先不说是吧 那郎指导呢 我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 绝对不能撒谎 只要撒谎就不对 但有可能他不想告诉你 一定是有原因 那你就要启发他 而且我觉得孩子表达以后 不要惩罚 就是要想办法 让他理解你的想法 然后告诉他 你是不是应该这样想 让他换位思维 因为他以后一件事情说了 你猛批评他 他以后就要回避这个事情 我其实刚看那段的时候 他怎么就会想到 用撒谎来回避这件事呢 所以好心疼这个姑娘 她难道所有的需求 都要靠生病才能获夺吗 但是因为毕竟撒谎 在我们承认里头看来 这个是真的小孩子 特别糟糕的一个问题 那该怎么办呢 我肯定顺着他的谎话 先走一走 那既然肚子疼 那我可能就说 那我们要不可能这肚疼 是由于这狗引起的 咱们要不先把狗送走 再去医院 这么狠 这么有智慧 你就属于一箭双丁了 我就在想这个事 就是有的时候 坏事变好事 好事变坏事 恰恰这件事情发生了 我觉得倒是一个 跟女儿交流的一次 机会出现了 对 撒谎 对她来说只是个手段 我们有时候 家长是直接做一个 价值的道德观的判断 你不能撒谎 但是没有把这个问题 给解决了 问题但是要 她是怕这个宠物狗被送走 你当然做了一个道德的判断 但更重要的可能是 你不需要贴一个标签给她 就说你就是个撒谎的人 这个标签其实很伤人 我们就事论事把这个事情 给解决掉 所有家长都要注意 就是说孩子发生到一定阶段 肯定会撒谎 不要惊讶 一点都不惊讶 三岁之前不会撒谎 三岁之前没法撒谎 是因为那个心理理论能力 就是我们是 我们先认识到我自己有想法 再认识到别人有想法 我撒谎要撒到他的知识的盲点里面 对对对 但是我倒觉得谎言有的时候 也分善意和那个无意识 那我们可不可以利用孩子的这些 就是在某一个阶段的特性 我们教他社交的话 也教他学会善意的谎言 我现在担心的就是这么小 就教孩子善意的和善意的谎言 对他们的复杂度太高了 研究脑科学的人都知道 如果你要分析人和人间的关系 其实运算量极大 就中间要很多的博弈 要很多的信息的不对称 你要说要孩子这么小 教会他 什么时候你说一些善意的谎言 什么时候说 应该怎么避免恶意的话 都很难分清楚 我觉得狼指导 您在你们的国家队里面 他们中间有没有 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 要撒谎的需要做的 我觉得不能说是撒谎 他可能是第一 对你的想法不认同 他不表态 对 或者是说 杨凤英伟 对 他是这样想 但是他不这样说 就是说他说的话 跟他其实心里的想法 其实不太一致 他完全有可能 他不好意思说 比如说我确实 明天这比赛我特别紧张 我万一打不好 我拖大家后腿 或者是类似这种就是承担责任 这个往后就是说 他可能就不愿意说了 但是这个平时 你得有这个沟通的这种习惯 你别平时也不说话 到比赛帮 跟他聊一小时 他更紧张 就是你慢慢慢慢聊 他有时候他受了 他找你 这都可以 只要问题解决就行 但您对你女儿 也是用这样的策略了 我女儿呢 是我因为从小就跟他交心 所以他什么事 只要他拿不进主意的 就一个电话 太舒服了 因为我也很少教育 教育的就是你 必须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我是有原则的 那打球这件事情上 你打球啊 打球我就老打击他 你为什么呀 那个人一说什么 哎呀那个白拉你特棒 你以后肯定是世界最好 我来我那教练说 我以后肯定能当最好的 我说他那是鼓励你呢 我说他能知道你今后多少年以后 你是最好的吗 你知道最好的那个比你小的 不就是你妈妈吗 他说是吗妈妈 我说是 他说那你说我能打什么水平 我说我跟你讲 只要你抄不过我就别打了 这话说的 因为一教他吧 就觉得水平太差了 我是真的觉得不要浪费时间了 你好好学习吧 那个球你高兴打就打一打 你说我就死磕了 我完全支持你 但是你让我描绘你的前头 我觉得你没有前头 我这话说的 你不会成为世界级的选手 他会在这件事情上对你不高兴吗 心想我 不不不他特信我 因为我从来不跟他说假话 但是我认识的很多 就演艺圈的 就是比如说当父母的自己本身是知名的 就是演员或歌手什么的 如果孩子也走这条路的话 他打击孩子孩子 真的很难受 我觉得这还是有差别 是吧 演艺圈的成功 其实绝大多数都是运气 真的吗 sorry 就是就是年轻比你漂亮的 比你能说话的可能很多 但是运气没到 但是如果是在像这种竞技体育 对 天赋占的比重太大了 所以如果狼指导说 OK你再怎么练也很难达到世界水平 因为在这个行业我是有发言权的 反正只要你热爱咱就行 反正你要问我这事肯定我跟你说实话 听专业的 听专业的 是这样 刚才那片里面还有一个细节 就最后那个狗狗被送出去了 那孩子当然很伤心 你看那他爸也哭了 就是有的钢铁直男 碰到风力的时候都哭嘛 就是您的队伍中间应该有很多这样的场景出现 推移的 就他们有没有处理这个方面能力上有什么个体差异 有的就是泪陷比较发达的那种 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开始泪流满面 反正我觉得是一种宣泄吧 您会吗 那一定会的 但我是一般比较善于控制的 因为你在球场上也好 发生的任何事情 首先给你第一个信号就是要冷静 发生什么了 然后下面应该干什么 你看我跟我女儿我也很少 对了 是吧 你有哪次跟你女儿掉过眼泪的 你现在有记得的 我很少 我记得有一次小的时候就是给她送送运用员 往往给她让大姨送她去我要训练嘛 哎呀我撕心裂肺的就抱着你的大腿 因为你就觉得受不了 然后后来我没办法让大姨赶快带她走 过了一小时我说姐怎么样啊 姐说你女儿太好演戏了 说一进幼儿园 哎呦 马上跟人小朋友就玩的了 说根本没你这回事 你那个还在抹眼泪呢是吧 我特别难受 特别就是觉得guilty 就是内疚 内疚 其实你看这么点小孩 你就为了你的工作 又把女儿弄幼儿园去了这种呢 而且我发现她小孩啊 她有一种能量自我保护 嗯 只要什么最亲的人不在 她马上好好的 嗯 她要自我保护啊 对啊 她不管是真的假 就跟小朋友玩 嗯 只要你一来啊 又来了 哎呦太会演戏了 后来我一想哎呀 这小孩实行能力太强了 你一定别上当受骗 刚才我们看到一个是孩子跟宠物的关系 其实父母是孩子社交的引路人 我们要为他搭设条件 给他创造条件 一步一步调整自己情绪 识别他人的情绪 学会跟他人打交道 这一点非常重要 养不养宠物是你的家庭生物中一个重大的决定 想清楚在养 是 是 然后他真的是 的确对孩子的能力的发展也很重要 也有这么多研究 好 让我们进入第二条短片 树洞 你叫什么名字树洞 我叫田兴 今年六岁 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 我家就在美丽的杭州 欢迎来到我家 我喜欢跟聪明的小朋友玩 我喜欢玩小猪沛琪的国家家 真好看 奶奶的小猪沛琪的奶奶 聪明小朋友多不喜欢小猪沛琪 第一条 天心宝宝 臭臭 臭臭 没死了是不是 快起床了 迟到了 我是王子萱的妈妈 是一个半全职妈妈 有一半的时间在陪小朋友 还有一半的时间在工作 我觉得她就属于一个傻白甜 比较的暖心 爸爸妈妈贴心的小棉袄 那么她的缺点的话就是 大道 任性 没耐心 差不多 这些点吧 这时候落水泡过家都才学的 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你们的时代吗 我可以 这是给我包子 这是我留意我的 不能给你的 我只能跟包子玩 她的性格当中 有一部分是比较随爸爸的 我们爸爸是一个 非常非常不善于交际的 这么一个人 后来我就发现甜心有这样的问题在 她很难融入到这个新的环境当中 很难跟小朋友就是去玩 她都是C弄拒绝的一个状态 忙着关系 我想给甜心弄个派对 行不行 叫几个人 我想邀请那个 摩摩了 摩摩摩摩她 不是关系好的 等一下爸爸妈妈老师 多跟她学一学交流一下 最近特别喜欢蔓蔓吗 那个弟子 就像来咱家的 就是要算那个幼儿园里的 对 就每次不让她走 特别是要爱蔓蔓 然后每次让我给她生一个蔓蔓 有什么点 没问题感觉要请个新朋友 没见过的这种 行 又锻炼他了 然后又交朋友了 然后我们爸爸妈妈之间 还可以交流一些 育儿的一些经验什么的 可以 没问题 多好 就是我还是希望甜心 可以多交朋友 再进一步讲 我希望他可以交到很多 非常优质的好朋友 因为确实有些小朋友 他可能爸爸妈妈没时间管 都是阿姨待大的 可能身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还是有 所以我一般邀约小朋友 就相对会给他稍微把把关 家长帮他设定社交群了 他妈以后肯定管得多 肯定是属于夫婿要过关的那种 妈妈 为什么还没来 他们向我来 你全部都准备好了之后 他们就来了 我们把这个冰盘换一下 位置好不好 哇 你这样子 你坐这里 然后妈妈这里 你毛毛嘴上 你旁边就有又 妈妈又有蒙蒙 我妈妈不要 就是因为她妈妈安排海多 真的好 我跟你说 前面介绍三个小朋友的时候 蒙蒙 妈妈都知道她没有关系 晚晚那边就加一句话 也是我的邻居 就好了 来 快说 谢谢妈妈 谢谢妈妈 下面有请妈妈 帮我表演 然后谢谢妈妈 妈妈今年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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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非常福 那我们等会去 妈妈带你整个狗一遍好不好 可以 可以 可以啊 妈妈 没问题不 没问题 你怎么像个机器人呢 我是个大机器人 好 那你在这边就要说 来小朋友 后面的小朋友跟上 来 来呀 后面的小朋友跟上 跟上 这种真的城市化的东西 天心 天心你过来抱一下萌萌 他没有自己特点 亲亲的 亲亲的抱 还有一个的话是一个新朋友 邀请一个新的朋友 让他认识一下 他之前是拒绝的 但是玩了一小伙之后 很快就玩到一起了 玩玩 对 还有一个呢 是天心的一个要员同学 但他是个弟弟 因为天心很想要个弟弟妹妹 他想去照顾他们 保护他们 好 现在开始 有请主持人闪亮登场 我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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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萌萌妈妈还请表演 来 准备 来 准备 现场的声音放出来 你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进行表演了 我害羞 我害羞 你平时也上了那么多的舞台 妈妈相信你可以的 一定可以的 你也说过我相信自己 对不对 加油 如果你不进行的话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没有办法演了 准备 准备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正好 亲爱的伯伯妈妈 声音 你声音大一点 王子轩 哎呦 妈呀 王子轩 我压迫感直迫而来 我走了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声音大一点 我先不见 我是主持人天心 非常开心 大家来参加我的派对 这里有人玩 七美竹马 有小午餐的好朋友 东方星图 大家可以叫他妈妈 还有我一玩玩的好朋友 妈妈 弟弟 以及今天好朋友 以及今天新朋友 娃娃 下面就是小娃娃的表演时间 今天呢 有请萌萌为我带来街舞秀 谢谢我的好朋友萌萌 大家有没有很崇拜他呀 下面有请妈妈为我们带来补食 好不好 大家有请崇拜他呀 下来 就下来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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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妈妈为我们带来留言 谢谢我的好朋友妈妈 好 谢谢妈妈 妈妈 今年才四四 妈妈 今年才四四 今年才四四 然后是一个很可爱的小玩意儿 这个送人自行车 往这一边田馨 我们这个分分钟 就不在状态 田馨 你是导游 这导游还骑上车子了 田馨 你是导游 你开始了 介绍了 跟着那个姐姐一走 和小朋友们排好队 妈妈排好队 妈妈呢 妈妈 妈妈掉队了 田馨 你哦 妈妈掉队了 就是我觉得 其他小朋友的家长和小朋友 压力应该会很大吧 一直在这样子 她的配合表演 对 妈妈 你照顾一下 妈妈 天馨 小声一点田馨 不能这样的 你管弟弟吗 还是你管弟弟 那田馨管弟弟好不好 好吧 没事 没事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以为我要田馨去拿一个 我等我回去给你拿一个 我去给你拿一个 我给你拿一个 我给你拿一个 那我先拿一个回去吧 那田馨的话 她有受到我的影响 因为我老发脾气 我性格极 所以田馨她在 跟小朋友的交往过程当中 她也会呈现出来 我的另外一面 她就会一着急 跺脚发脾气 怒吼 歇斯底里之类的 其实我有看到 我就在想 这是我的问题 我会自责 会反省 在玩日打水仗的时候 因为妈妈们也都不在旁边干涉 我们都远远地坐在那边 然后孩子们就玩得很开心 她是喜欢看到这样子的孩子的样子 你跟自己妈这么好 妈妈 妈妈 来 来 那你和她上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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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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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累了吗 累了 那你今天开不开心呀 开心 今天跟你玩的三个小朋友 你都喜欢对不对 对 那你最喜欢跟谁玩呢 爸爸 还是最喜欢跟妈妈玩呀 那萌萌跟娃娃呢 妈妈 那喜不喜欢跟娃娃玩呢 都喜欢呢对不对 嗯 看看 做梦会梦到哪个小朋友呀 是会梦到妈妈呢 还是会梦到萌萌呢 还是会梦到萌萌呢 阿娃娃呢 好期待哦 刚才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就是 你妈妈试图包办她的朋友圈 对以后肯定也是包办婚姻的感觉 哈哈哈哈 她把她筛她的朋友 所以我就问各位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为孩子选朋友 是不是应该帮他们构建他们的朋友圈 你孩子小的时候你没有做过就是说 这个孩子你不要跟他玩 以后你不要再跟这个谁谁谁玩了 他不好 你会有这样教育过孩子吗 没有特别深的这种印象 因为我没有太多的 干涉过他的这个社交圈 没有太太内 嗯 嗯 刚知道会吗 我们一般就是像我女儿的朋友 一个是邻居嘛 很方便来玩的 还一个就是我们的朋友 比如我们派对的时候 他们会带自己的孩子来 孩子们和一起玩 就是基本上比较自然的 来形成这个朋友圈 其实这种已经是一种 比较自然的筛选 就比如说我们自己朋友的孩子 对接触多了 其实这已经是父母在替孩子 选朋友圈了 因为是我们的朋友 对我们是自然的圈子嘛 但是他妈妈再做了一层筛选 这个筛选 其实在孩子那儿 可能没什么意义啊 孩子不在乎你的家庭 什么背景什么样子 孩子能够玩到一起就好 其实我觉得这样是很危险的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他妈妈是个教师 他儿子就随便跟朋友玩 他妈妈说 这些孩子你不要出去 说他们是不好学习的 对对对对 孩子现在就是一点朋友都没有 妈妈天天就是自己在家玩游戏 就连大学都不上 已经有社交恐惧了 其实特别聪明一海的 妈妈说 我也不能老养你 你要去找个工作 马上又说我不去工作 为什么 他害怕接触人 天天就 从小就没有什么社交 就没有 就等于这孩子 其实我觉得就毁了 做儿童心理学的人 他们经常会说 就是如果你孩子特别的内向羞涩 他很难自己打开自己朋友圈的时候 的确需要像那个妈妈一样 去安排一些家庭聚会 让他能够融入到一个集体当中去 让他获得社交中的自信 这是可以的 但我刚才唯一有点不爽的就是 他妈妈好像安排得过多了一点 我们把这个都还换一下位置好吗 前面介绍三个小朋友的时候 萌萌 妈妈都知道 这没有关系 玩玩那边就加一句话 台子已经搭起来了 孩子就应该开始玩的时候 他在上面 你应该怎么说 哪一句应该怎么背 全都指导好了 但是孩子有一个特大的优点 孩子敢说不 对 对对对对 这我觉得挺好的 为什么刚才我在看这片子的时候 特别的焦虑 就是因为我就想起了那种导演 你必须按照这个台本 一个字一个字不能错的 说下来的那种导演 我就 所以我代入的是孩子而不是家长 父母这么要求孩子 这孩子太难过 他一点自己的个性都不能在里面 他自己的想法完全不能在 他当然不会有乐趣 当然知道如果说你的 就比如说我安排好的战术 你是要按照这个大方向去的 但是我不能要求你 你每个怎么起手怎么弄 都必须按照我的来 那这个队员也就废了 这个让小孩子有更多自己的 个性和自己的喜好去发展 对他的创造力是有用的 就一定要启发孩子的这种创造力 因为他是有无限想象 你不要给他修一个块 你修在这块里 这孩子永远跳不出去了 在我们的训练当中 我们起码把握的大方向 就是说要把他培养成一个 世界高水平的运动员 那他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我们就要按这个大概训练的方向去 但在这个实现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有任何的问题 不明白 或者我说为什么我练这一段时间 我还没有成长 那我们也要帮他找问题 也可能我们练的手段不一样 或者每个人都是因人而异的 包括小孩也是一样的 其实真的不用那么多担心 小孩你只要不出格 其他的真的就让他玩吧 真的是 我觉得那小孩越玩越聪明 到了大一点 我就发现女儿的成长 就是从上高中以后离开家 就是难受 天天打电话就想家 我觉得你一定要有 你早晚要走出去 18岁了 你一定要自己走出去 过了两三年 你觉得你再跟他谈吐都不一样了 成长 就是你真的不用去为他安排 他一定会自己来判断的 有的时候我就看到 我周围家长 但凡让小时候 让孩子去弹钢琴的 你看着吧 过了时机以后 这孩子再也不会碰那钢琴 越小让他干什么 他长大以后 可能就越不干什么 那当然也要看那个孩子 有些孩子可能又发展出来 那是个别的 就是我们总是按用那个 幸存者论 就是可能有一个朗朗 或者一个丁顶 我们就认为这样就是对的 大部分是 是毫毁 在学习上有一个专门的词 英文是Helicopter Mother 就是直升飞机妈妈 直升飞机有什么特点 就是一直带孩子的上空盘旋 任何事情发生 乌乌马上降落下来 刚才他妈妈就是那样对吧 这个就是狼子老说的 就是如果孩子做什么事情 都等着听你的指导的话 思维模式一旦形成 他就不要享有自己的创造力 儿童的早期的社交家长 引导一下是很正常的事情 引导不需要过分 过分就是不要成为直升机的父母 好像我们一直都在说 这个妈妈各种各样的不好的地方 我一定要为她说一句 我觉得这个爸爸 实在参与度太低 导致她的妈妈太多焦虑 我自己特别有感觉 就是当夫妻双方有一个长期的 如果她不能够在育儿中 给予有力的支持和帮助的时候 另外一个必然会变得很焦虑 那她的焦虑就会反映到 她如何对待孩子身上 就是她得不到很好的支持的时候 她就会担心很多 但是如果当有个另外一个人 她能够从另外方向来看 并且给予有力的支持建议 和特别是亲力亲为的帮忙的时候 你这个焦虑就会放下很多 然后整个的这个氛围就会好很多 我觉得妈妈的很多焦虑 来自于这个父亲在旁边 一直不给予 我的感受很深 因为我先生现在是属于 就参与度非常高的 那我在很多大量的时候 我是完全可以依赖她 甚至就是说 就你知道有很多妈妈 是不放心给孩子 把孩子交给爸爸带的 你知道吗 我是不会有这种焦虑的 那我看到这样的焦虑的妈妈的时候 我就在想 会不会是因为她这个丈夫 说什么她都说 好行可以 但是你知道这种 好像百依百顺的状态 对于女人来说 会觉得你其实就是不想管 所以我说啥你都行 所以你是觉得 父亲的支持不够 我觉得她应该 就有些时候是这样子的 男的有时觉得 我说什么都行 这还不行啊 但实际上 你在说什么都行的时候 它其实就处于一个 我并不想为这个事情负责的态度 女的不是没有感觉的 当你说什么都行的时候 那就说得 那这时候就是我负责呗 我负责了呗 那到最结果也是由我负责呗 当你知道 你知道孩子是件很大的事 所有的结果都有我负责的时候 我负责 其实李亚里的直觉是对的 就是那个 如果父亲不参与到育儿当中的话 所谓压力在妈妈身上的话 的确妈妈的压力挺大一点 这个东西是会传递的 父亲不参与育儿 让你要母亲更焦虑 母亲的焦虑影响孩子 因为这个妈妈其实非常的负责 帮她包办整个的朋友圈 但你要想想这个 孤独养育的很多时候 它的来源就是焦虑 然后这个焦虑又做个研究 如果母亲焦虑的话 你可以作为一个预测因子 可以预测这个孩子 上大学的时候的焦虑视频 可以延伸得非常长 郎智岛 您的朋友圈里面 就是家长的这个朋友圈 对孩子的成长有没有影响 我这个还是没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她和我们现在的 应该是有代沟的 她的朋友你熟吗 我不是太熟 那对女儿的这个恋爱 婚姻什么的你是什么 干涉型 我从来不干涉 我说你就是有消息告诉我就行 通知我一下 哇 这个妈妈心大 她愿意跟你讨论也可以 我自己还挺担心的 我有女儿吗 你这还小还早了 我还是要担心一下 你看妈妈对女儿的想法 跟爸爸不一样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们男人了解男人 什么意思 意味深长的意思 但是一般的你要了解自己的女儿 你大概都知道她要找什么人 你差不多巴结不离十 是吗 我认为我女儿绝会 绝对不会给我找一个 surprise 回来 我觉得不会 哈哈哈 说的挺大方的狼指导您 但是我还是追问一句啊 如果她找的那个男朋友真的是 surprise 呢 如果我不喜欢 真的不喜欢你真的很讨厌 她喜欢那就好了 不管什么样 只要她喜欢让她找 对不对 我妈曾经也说过这样的话 但是真的碰到的时候 真的是可以这样做到的 我知道看这个节目的 有很多那个年轻的爸妈们 就一定要注意 我们可能生活中有很多的不如意 我们带孩子也很累 我们有很多的细节要考虑 但是无论怎么做 一定不要过度焦虑自己 因为这个东西会传掉自己孩子身上去 这个也太难了 所以我想说都是父母混合双打 哈哈哈哈 棒棒成长 亲和人体起伏未来 本节目有 打造宝宝内在保护力的起伏 独家冠名播出 那我们再看下一条档片 也是孩子的社交生活 你好 初到 我是李二阳 一年五岁了 我住在豪州 我最喜欢吃一头西瓜 草莓和白菜叶 我最喜欢的是赛角楼 赛角楼是食草动物 看他可能妈妈姓羊 爸爸姓李 李爱羊 哦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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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狮子鸡龙 我妈 爸爸 除河 丹丹 丹丹 河下土 谁知 我 厉害 谁知起床 就有这样吗 春眠 给你月儿压力的时候 对 人体鸟 也来 风雨声 哈喽 知多少 嗯 我爸很棒 因为有爸爸妈妈在 所以我不想去这种人 在我眼里李爱羊是一个很体贴的 然后很善良的 有自己想法的 就是能够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人 基本上家里都是孩子的家具和玩具 没有电视也没有大人的家具 就是想营造一个孩子的小天地 让他能够更好地成长 挺温馨的 艾安之前上过一周幼儿园 但可能他保持注意力的时间 比其他小朋友长 幼儿园的课和游戏时间一般比较短 所以他就不想去幼儿园了 我和爸爸呢 一直想根据孩子的天性去培养他 我们看着 贝贝这样一个小朋友 能看一两个小时数 我们觉得也很好 就支持他 决定不去幼儿园了 他就把家里变成幼儿园了 嗯 失教 但是没有其他小孩了 有一模样 谁都想打算 你不想打算 你也会像他 也不想打算 你也不想打算 他们也不想打算 黑白湾 緊急 每天早上十分钟 十点钟 十分钟 十点钟 在国道 十点钟在多大千年 好不好刘道远 在那里要开一个派对 好的 我会来的好吗 好的 因为北北没有上幼儿园 平时也没什么接触 小朋友的机会 所以他现在只有两个大人朋友 没有什么同龄人的朋友 那我们写贺卡吧 好不好 但是他也没提出来过 想跟小朋友玩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这样好不好 也想试试 让他和同龄小朋友相处一下 所以想举办这样一个聚会 看看爱阳会是怎样的状态 我们一起来摆一下好吗 好的 欢迎小朋友 放一本这里 嗯 好 宝贝 宝贝谁上门了 你先开门看看是不是客人到了 来 妈妈 啊 谁来了 啊 悠悠 我要把你倒进了 那来 欢迎你们来 欢迎悠悠 社交的恐惧我觉得 有点羞涩 不知道怎么跟孩子打交道 有小朋友来了 去欢迎一下 晨晨 你跟晨晨打个招呼 你好 晨晨 欢迎你来 妙妙 你打个招呼吧 但他挺高兴的 其实很高兴 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样去 你看谁来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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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哈哈哈哈 啊 哈哈 你看他去跟大人找招呼 特别的自然 哎 妈妈能开始了吗 开始了呀 你看 你好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派对 你好 大家好 我是李爱洋 说吧 开手 开手 好 好 嗯 到宝贝 好 大家好 我是李爱洋 不 走 走 欢迎大家参加我的派对 欢迎大家参加我的派对 妈妈不都能不能重新来 重新来 能不能重新来 可以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她家我的派对 我是李爱阳 今年五岁了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的节目 小小的我和一个 一点speech 露露你想去散步吗 玩玩 等一下我去叫妈妈 我还很小很小 不能一辈子带露露去散步 但总有一天我能做到 现在我正在慢慢地学呢 太好了 小小的我不得和别人大声打招呼 淒淒地躲在妈妈后面 但总有一天我能做到 现在我正在慢慢地学呢 小小的我 不得 自一堆人自己睡 淒淒地躲在妈妈后面 但总有一天我能做到 现在我正在慢慢地学呢 但我学过很多事了 我就不是小小的我了 那我会是谁呢 不知道 但喜欢的东西我会永远喜欢的 露露我会永远喜欢你的 听着让人心酸 对啊好难受 Ladies and gentlemen 爱阳是个很独特的孩子 她有很多很多自学的才艺 平时都是在家 给我和爸爸展示 很少有机会让别人看到 当你离开房子 是一个学校 但你永远会永远会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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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去追她呀 她追她 她追她 谁来捉我们呀 好嗎 暫時的分別好不好 其實我感覺很不忍心 也很難受 我覺得通過這一次 我也感受到了 其實我們還是要給艾洋 增加一些和同齡人交往的機會 他其實真的很缺 他內心也很渴望 所以才會這麼激烈地表現出來 你鳥到我們家嗎 可以 好呀 謝謝你們的 謝謝你 下次來我們家旅玩好不好 下次來我們家旅玩 可悠悠姐姐再見 抱著這兒 人家還是挺渴望的 對 他平時不上幼兒園 你說好不容易 你要獨生子女 還是比較孤獨了 我說皇財 威婷 你看 玄少爺 牛 那倒數了 不能倒 我已經能倒數了一天 這是下堂裡的朋友 先學期還讓她上幼兒園是吧 我們應該以後主動去聯繫朋友們了 多給她創造這樣一起玩的機會 後餘時間是躲在家裡看書也不太現實 學孩子玩具其實很簡單的 你看就是打一下就很開心 平時光給她買玩具 就沒有同僚人陪她玩 其實還是 還是孤單的 下次再找這些小朋友在家裡來玩嗎 可以的呀 她幫媽媽意識過來的 這是很好的父母 嗯 我都有點感動了 有點難受應該是 很有帶入感 我先說說我的感覺 因為我現在孩子很小 我開始已經帶著她社交了 因為大人總會讓著孩子 特別是那麼小的孩子 所以小孩子他必須要跟他的同齡的孩子在一起 他才能真正感受到真正的人際關係是什麼樣子的 所以當我帶著他去小區裡的小公園 跟其他的同齡孩子玩的時候 他會嘗試到被拒絕 會有那種就是人家不願意給他玩 不願意分享的情況 他有時候會在這種被拒絕 但他自己爭取 然後又被拒絕的 這種反复過程中 接下比較深厚的情感關係 其實這個對他來說 是他自己爭取得來的最為最為重要 首先我覺得這兩個家長是一個高質家庭 對 我覺得他們勇於去失措就是一個很好的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孩子呢 父母可以看到他的天賦 就是他能背這種東西 我在我小時候也在我女兒身上幹過這事 但是我覺得這個事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能建立一個自信心 但是水哥剛才說那個 我在片子裡頭我也有個感觸 因為你看這個孩子他沒有怎麼 就是跟同齡人接觸的經驗 但是在派對的時候 他其實獨自站在台上表演的時候 他不太有那種好像很慌啊 還是很自信的 對 但是可以的 其實小朋友的這個性格也是人格有益的 也可能他本身出來就是一很安靜的孩子 但並不是說我就非得去 每個事情都要跟人去表達 去要對 他也可能他做的 他看別人他覺得也很快樂 我覺得其實還是要看性格 其實所謂的通過背詩 比如說或者是其他的才藝表現 能獲取自信 但你想想這個自信是什麼地方來的 自信其實是別人的認可 對 你不可能背一首詞背給自己聽 然後你就自信了對吧 所以還是在社交中獲取自信 只是這個東西需要一個展示 從心理學院來講 就是孩子到零到六歲期間 其實大腦發育的特別快 他會背個詩講個英文算個算數 然後我們覺得就是孩子的 在幼兒園學的東西的成長 不是 最重要的很大的一塊 實際上是他的社交能力 和情緒能力的成長 就是孩子在一起生活的時候 更多的還是互相學習 對 每一個身上都有特長 我在家裡面 沒法給你展示這個人生的精彩 但幼兒園可能展示的更多一點 就為什麼社會化的教育 是非常重要的不可互絕的 我比較同意薇老師說的 就是孩子的智力啟蒙 不用那麼急 就那麼小就開始被唐詩多少首 然後英文中文全獲 我覺得沒有必要 因為我記得我女兒小的時候 就跟爺爺奶奶在一起 爺爺奶奶嘛 她不說英文 女兒她說我要吃什麼 說半天她急了 她就給你畫一根黃瓜 或者畫一個什麼她要吃的東西 我覺得其實這也是對她的智力的一種啟發 就是我覺得她接觸是最重要的 而且小的時候 我看我們很多現在的年輕的家長 太保護自己的孩子 別幹這個別幹那個 就不要 這全是什麼呢 全是否定局 就是說你跟小孩子說 你就讓她跑 趴著一顆一摔倒 她馬上知道疼 那下子她又知道 遇到這顆我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我女兒小時候跑著 啪一摔 馬上要哭 我說你趕快看前面什麼好東西 就轉移她在這 轉移助力 她覺得 家長都無所謂 摔一下很正常 是的 你不能說你別跑啊 那一顆啊 她永遠她就不敢做這個事情了 所以很多我覺得 要教孩子勇敢去嘗試 現在社會上流傳一句話 就是說人生的大段時間 其實都是孤獨的 甚至說天才是孤獨 就您在隊裡面 有一些就是非常出眾的 天賦極高的 恰恰是孤獨的 我覺得其實還是要看性格 有些呢 就是從小性格特別開朗 她一到隊伍她就自然嗨 她就高興 但有一些是屬於內向的 她來了以後她就先縮一塊兒 就不太敢說話 然後你就覺得 這個隊裡沒這個人一樣 因為這個是不行的 所以做一個集體項目 就是說我們說 你不能夠說 我從小就不愛說話 我出力就好了 我不用去叫啊 不用去跟隊友互動啊 你這個是不行 對 集體項目 更加不能夠這樣了 是吧 因為它就是靠著打配合 對 就是靠著默契 這個默契就是平時 而且還有溝通啊 對 你說咱倆配合不好 你要說呀 對呀 對 這就太重要了 你不說光你說 她也不知道你怎麼想的 往下面還要出這個錯 這就是社交溝通能力 溝通 那您覺得就是在通過你的觀察 就是說在隊裡面 的確有內向的 不是愛說話的 有一下子就打成一片的 這兩種人 在他的技能的發展裡面 是不是某某性格更佔優勢 我覺得就是開朗一點的 容易交流的 一定是沾上風 一定是沾上風 一定這沒有什麼百分比 因為他迅速溝通 而且呢 教練閱讀他也很快 馬上知道他是一種 什麼樣的想法 馬上糾正他 或者給他一些建議 就迅速溝通 然後在我們這個領域裡面 確實很多坐在上面的人 都是滿偏偏封閉的 偏安靜偏封閉 對對偏封 因為我是覺得 只有在特別專注 和不被打擾的情況下 你才能夠想通一些事情 但是我們也有溝通的渠道 但我們溝通渠道可能是 不是見面 可能是以前我們在通過網絡 比如說曬自己的作品 或者講自己的某一個東西 然後呢來碰撞 而且我也覺得 孤獨本身就是應該用來享受 要享讀嘛 我覺得寂寞跟孤獨是不同的 我也特別贊同這個事情 因為寂寞它有點被動的 孤獨其實有點主動 我願意選擇這樣的方式 我自己待一會兒 那其實我覺得 就是要給孩子一定的選擇的 就是機會 你讓他能夠以後選擇說 我願意自己在這個時候 一個人待會兒 但是我願意出去玩的時候 我還是有這個社交的 這個這個技能的 而不是說到孩子長大了以後 我被被迫的孤獨留在家裡了 所以這個怎麼分寸 其實做家長挺難的 我做了這一年多的家長 我的感受就是 這個家長的分寸呢 就是比如說 像剛才狼指導說的 孩子你不要怕他摔 但是摔厲害的也不行啊 你當媽媽的事情來了 不是你就得有尺寸嗎 對啊 有原則 你知道就當媽的就是 他就永遠在這個分寸之間 你知道嗎 我過一點回來一點 你知道排球運的人是最會摔的嗎 是 哎呀真的是 所以您剛才說的那個 不要怕摔應該加一句話 這專業人士的說的話 不切勿模仿 關鍵是你得判斷這個位置 沒錯 你說這從這摔這顆摔不了哪去 我估計要您給大家講 怎麼摔的不摔壞 估計您得講一些課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第三條短片我們看到了就是 非常獨特的孩子就是智力發展非常快 但是父母選擇了讓他在家裡面成長 放棄了自己社會能力的發展 安靜和活潑 並不能夠判別孩子的優秀與否 無論性格如何 只要讓孩子無拘無束地展現自己 嘗試突破 就一定能夠綻放屬於他們的天賦力量 把握住自己的人生 這個是我們的冠名商起父 一直在傳遞的理念 你說這當父母真的是非常的矛盾 我在前面還在說 哎呀不要當直升機父母 那個搭個台子 遠遠地看著就好了 這個其實這個遠遠地看著 我們心裡還是很多東西放不下去 對吧 理論可以講得很好 這個情感的連接一直都在 但不要太細 我覺得不要太過度 我不會做得太細 不要太細就行了 我覺得現在的孩子 孩子真的都特別聪明 那我就希望現在家長 第一要敢放手 不要太過多的保護這個孩子 過度呢孩子就會變得 有一些依賴或者焦慮 或者是浇灌 我覺得還是要有原則的 另外也希望現在的家長 多生年小孩 哈哈哈哈 這個好生意 兩個三個有兄弟姐妹 他事就少了 家長事就少了 狼主導因為您的那個電影玩得上 雖然說不是您賣的 但是就是您的電影 描寫狼主導的 就奪冠這個電影 只要一播出 很多這個年輕一代 又會在您的精神的鼓舞下長大 所以您今天能夠來到這 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對育兒 對兒童教育的看法 對他們來說非常的重要 也是正當其事 謝謝您 謝謝 今天這集我們 我們找啊找啊找啊找朋友 我們看到了孩子 社交邁出的第一步 他們怎麼交朋友 他們怎麼構建自己的朋友圈 他們的父母是怎麼個 一步步護航 怎麼個引入他們貼心的小朋友 他們小寵物 孩子的世界是一步步打開的 他們的社交圈 他們的朋友圈 就是他們的小世界 在這方面我們父母 需要做的只是引導大好舞台 然後遠遠的看 給他們更多的自由 希望父母都能做到 我們相信孩子 能夠在中間學到 如何跟朋友打交道 如何跟這個世界打交道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 在這一期裡面 我們看到了 不會跟同龄人找我的 李艾陽小朋友 也看到和狗狗 依依不捨的冉冉 被媽媽安排朋友圈的子萱 其實這一期長的是孩子 在兒童早期 他的社交能力發展的過程 很多家長忽略了孩子 在社會情緒方面 能力的發展 很多時候我們在乎的是 孩子的智力 能不能得到提升 他能不能學會 琴棋書畫各項技能 但是別忘了 其實對人的大腦而言 處理社會信息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作為成年代來說 我們不希望我們的父母 干預我們的朋友的交往 不希望我們父母 干預我們未來配偶的選擇 但是 對育兒而言 其實父母是孩子社交的引路人 我們要為他搭設條件 給他創造條件 幫助他一步一步 構建他的朋友圈 一步一步調整自己的情緒 識別他人的情緒 學會跟他人打交道 這一點非常重要 登陸獨家社交媒體平台微博 參與告訴世界我可以 話題互動 發博分享你的成長故事 昨天呢有一個魔法國家 不要不要 我覺得人是 這個世界上 做不太好的一個生物 這個太刺激了 我有一個人 比昨天還多多米 還不夠 當父母多反思一下自己 人生真的很酷的 感謝微博台網 微博綜藝 寶寶樹 育兒網 五八同城 對本節目的大力支持 我們的社會 像一炸隻雞一樣 炸乾了以後 扔掉了 其實當父母的就是眾生堅決 所有的付出 都是給自己挖了個桶 這世界很酷 這世界很酷